昨天晚間十點左右 臺東市松江路一段發生一起嚴重車禍 當時兩名男子倒臥在地 一人明顯死亡 一人昏迷 民眾開車經過發現 嚇得趕緊報警 由於其中一名男子倒臥機車旁 一開始貨爆以為是機車雙載車禍 不料傷者在救護車上 向警方表示並不認識另一名死者 警方進一步調查 推測應該為二十八歲機車騎士 疑似視線不良 撞到正在行走的周姓男子 在大力撞擊下 這名周姓男子摔倒路中 加上事故現場沒有路燈十分漆黑 疑似又遭到後方經過的數輛車碾壓 導致行人頭骨破裂 四肢變形 當場死亡 兩名男子車禍現場 卻散落著大量女性衣物和用品 至於是否還有其他車輛 是車禍發生主因 詳細造勢情形還有待 警方調查釐清